清嘉庆十三年,前往山阳谢查镇的江苏后武之县李玉昌离奇地死在了自己的房间里 江苏省以李玉昌自杀身亡,起案上报中央刑部 然而嘉庆皇帝却认为此案一点不多,要求江苏山东两地重审此案 起料两地审案却审出了自义和众服,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 那么这位查镇官员的死亡真相到底是什么? 嘉庆皇帝又是为什么如此重视这个案子呢? 历史学者张成将为您讲述山阳毒杀案第二集 皇帝很重视 江苏后武之县李玉昌被派往淮安府山阳县查镇 就在查镇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 李玉昌却被发现吊死在了自己的住所 山阳县负责调查李玉昌死因的官员认定他是自意身亡 并将这一结论逐级上报到了中央刑部 然而李玉昌的家人在料理后事时 发现了半章写有山阳支线冒阵字样的纸片和李玉昌的血衣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一集我们讲到李家人开始怀疑李玉昌的死另有隐情 之前李太清去山阳县为李玉昌料理后事的时候 李玉昌的遗体已经由山阳支线王生汉装脸了 李太清只是草草看了一下侄子的面孔 发现遗体脸色惨白 李太清心中悲伤就没有再细看 如今李家人觉得李玉昌的死有问题 大家凑在一起商量怎么办 征得李玉昌的遗孀林夫人的同意后 大家决定开棺验尸 李家把李玉昌的棺木打开 发现尸体尚未腐烂 面色铁青 他们用银针扎进去 拔出来一看 针变成了黑的 显然李玉昌生前中过剧毒 并不是简单的什么悬梁自尽 于是李家决定要为李玉昌生冤 李家人一合计 都觉得李玉昌的死和他正在调查的 振灾问题有关系 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和江苏的官员有莫大的关系 所以李家决定不能按照传统的声渊程序 一级一级的向官府告状 那样的话 他们会受到巨大的阻力 最后李家决定 推举李太清为代表 直接到北京去告狱状 清朝的司法申诉城市 是允许当事人越级告状 允许当事人直接到北京来告状 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金控 说的就是当事人对地方官府的司法公正失去了信任 到北京来告状的情况 北京的督察院和五城兵马司都可以接受金控案件 嘉庆14年公元1809年5月初 距离李玉昌案案发半年以后 李太清到达了北京 考虑到李玉昌的官员身份 李太清选择到督察院投递了塑造 督察院负责政府机构内部的监察工作 是清朝官府自我纠错的负责部门 现任官员暴毙身亡 而且有证据显示生前身重剧毒 这事督察院的确得管 督察院接到诉状后 意识到这件事情很严重 几位负责官员一商量 大家都不敢轻易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干脆直接把这个案子 递交给了嘉庆皇帝 嘉庆14年5月12日 督察院将李玉昌案如实拒奏 当时在位的嘉庆皇帝 是一位很想有一番作为的皇帝 很无奈 他继承的江山 已经走上了下坡路 效率低下 财政窘迫 立志腐败 嘉庆皇帝一心要找出原因何在 然后再去寻找补救的办法 他丝毫的结论是 朝廷法治健全 制度完备 康庸前盛事 就是在这套体制上取得的 现在之所以问题频发 是因为官员们丧失了 亲政廉洁的作风 缺乏实干进取的斗志 以权谋私贪污腐败 根子出在官员的思想上 所以嘉庆皇帝决定要掀起一场 反腐败运动 他决定抓典型 树立几个正面典型 惩办一批腐败官员 恰好在这个时候 督察院把李玉昌案 沉递了上去 嘉庆皇帝预染后 气愤之鱼 决定将此案树立为自己 反腐败运动的一面 新旗帜 这就意味着 李玉昌案不想成为一桩 震惊朝野的大案都难了 嘉庆十四年五月底 嘉庆皇帝颁发圣旨 指出李玉昌案 事官朝廷直官之死 一斗甚多必有冤意 他指出了三大疑点 第一是自己至今没有看到 江苏候补之县李玉昌 自意身亡的官方报告 可见江苏当地官府 对一个现任官员的死 漫不经兴 人命关天 官府的这种态度 不是丧尽天良 就是有难言之意 第二个疑点是 如果李玉昌有自杀倾向 为什么当天夜里还要去参加酒宴 这在情理上说不通 第三个疑点是 李玉昌死后 山羊之县竟然赠送给银丧的亲属 一百五十两白银 远远超过了正常的人际交往的数额 令人生疑 同时 当地官府妥善安排李玉昌的三个长随 其中推荐两个长随 给江苏省内的十职官员当差 如此后代暴毙同僚的奴仆 也令人生疑 嘉庆皇帝很有生活阅历 对基层的情况也有相当的了解 他直接指出李玉昌的死 和山羊县的灾情有莫大关联 他说此案获系李玉昌 奋差查证 认真击合 查有弊端 该山羊县为其接报致死灭口 意味可定 对于此案下一步行动 嘉庆皇帝明确指示 第一 命令山东巡抚吉伦 速将李玉昌的师官 运到省藤济南 为派明白干练的官员 详细检验 据实回奏 第二 命令两江总督铁宝 速将李玉昌的常随 李祥 顾祥 马连生 传及到案 认真审讯 如果发现有问题 将山羊之县 淮安之府 一并解任严参 将相关人犯 押解到济南 归案省里 在圣旨的末尾 嘉庆皇帝警告相关官员 如果你们不秉公办理此案 自己绝不倾诉 有了皇帝的高度重视和明确指示 李玉昌案的进展非常迅速 处理起来也相对顺利 嘉庆皇帝发话后 山东 江苏两省迅速行动起来 不过 一桩案子 只有得到了最高层的高度重视 和明确指示 才能迅速推进 快速处理 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 难道 李玉昌案没有得到嘉庆皇帝的过分关注 就不能够公正处理了吗 这不能不说是该案一个悲哀的地方 嘉庆皇帝认为 李玉昌案其中可能有黑幕 下令山东江苏两省立即对案件进行复查 当时江苏省负责复查此案的是两江总督铁宝 李玉昌恰巧是他的门生 有皇帝的命令 再加上事关自己门生的生死 铁宝理应禁止复查 可他却在查案上草草了事 这是为什么呢 历史学者张成将继续为您讲述 山羊毒杀案第二集 皇帝很重视 嘉庆皇帝下令核查李玉昌案后 江苏省的压力是最大的 李玉昌案案发在江苏 而且江苏各级官府 已经通过了省理 得出了自意身亡的结论 上报朝廷 如果核查发现 李玉昌不是自意身亡 那么相关的官员都会受到严厉处分 所以江苏省上上下下都很紧张 当时江苏省最高长官是两江总督铁宝 铁宝出生满洲郑皇旗 官宦世家 他自己二十岁就考中了晋识 之后是顺风顺水 平步青云 历任副都统 侍郎 山东巡抚 曹运总督 年轻的时候 铁宝的工作很认真 很负责 但是 李玉昌案发的时候 铁宝已经57岁了 对于他这样年纪的老人来说 成绩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安静的等待退休 一样天年 所以 铁宝不像原来那样认真负责 最近几年来 两江地区频繁出现工作失误 铁宝多次受到嘉庆皇帝的批评 但是呢 铁宝做了几次检讨以后 依然是我行我素 不思进取 对于李玉昌案 铁宝其实并不陌生 因为啊 李玉昌是铁宝的萌生 十三年前 铁宝是山东乡市的主好官 而李玉昌就是当年他录取的举人 李玉昌到江苏后补之县 也专门持门生之礼 拜会了铁宝 几个月后 铁宝就听说李玉昌上吊自杀了 他感到很奇怪 但是呢 也没有做进一步的调查 现在接到嘉庆皇帝的圣旨 铁宝也不敢怠慢 他立刻亲自赶往淮安 提审相关人员 包括 山羊之县王生汉 庚差胡泰 艳师武作李彪 善元安僧人 元福 这四个人啊 都坚持说 当天亲眼看到李玉昌 确实是自意身亡 并没有服毒啊 铁宝要的就是这个结论 他觉得自己实地调查了 又亲自审讯了 也算是完成了皇帝交代的严查任务 所以就打道回府 其实李玉昌案的关键证人 那三个长随 铁宝只是问了一句 三人现在何处 旁人回答 三人已经自谋生路去了 难以寻找 铁宝就懒得去找了 把三个关键证人 置之不理 铁宝没有仔细深入的 复查李玉昌案的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是因为啊 有嫌疑的山羊之县王生汉 淮安之府王谷 都是他自己 举荐的官员 铁宝在主官上 不愿意这两个人设案 清朝的淮安府 山羊县是苏北的重镇 是金行大运河和淮河的交汇处 又是曹运总督衙门 河道总督衙门的驻扎地 地位非常重要 淮安之府和山羊之县属于要缺 任命的程序啊 需要两江总督从江苏 现任官员当中举荐 品行兼优 经验丰富 政绩出众的人担任 现任淮安之府王谷 安徽一县人共生出身 幻海臣服多年 嘉庆十三年 刚刚被铁宝举荐 担任淮安之府 现任山羊之县王生汉 陕西魏南人 当时已经五十三岁了 王生汉是捐纳出身 也就是花钱买的官 一开始只捐了一个从九品 后来捐身之县 嘉庆十三年五月 山羊之县出缺 两江总督铁宝 奏秦以王生汉 赎礼之县 十月份正式奏报将他 拾授 我们听听铁宝在奏折当中 是怎么评价王生汉的 新帝明白 办事认真 自为属山羊 办理曹梁一切事物 均无遗物 经已知调捕 实属 人地相宜 大家听听看 铁宝在主官上 怎么能够接受 自己半年前 才刚刚大大夸奖 举荐的人才 涉嫌 独杀 朝廷命官 这不是要他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尽管李玉昌是铁宝的门生 但是因为王谷和王生汉 都是受铁宝举荐获得了现在的官职 所以铁宝希望 李玉昌案能够按照自意身亡来解案 不要多声肢解 于是在复查案件的时候敷衍了事 而同时展开调查的山东省 却得出了与江苏省截然不同的结论 认为李玉昌是在中毒后因外力死亡 并将结论呈报给了嘉庆皇帝 那么想借此展开反腐工作的嘉庆皇帝 会怎么做呢 得知山东省调查结果的铁宝 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历史学者张成将继续为您讲述 山羊毒杀案第二集 皇帝很重视 就在铁宝方面 寥寥草草进行复查的时候 同时展开调查的山东省 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展 李玉昌的棺木很快从吉末运到了济南 山东巡抚吉伦 会同山东布镇室安查室 带领济南之府历城之县 清零现场检验尸体 但是死时距离李玉昌死亡 已经有八个月之久 尸体已经高度腐烂 从表面已经无法看出 是毒杀还是上吊自杀 于是吉伦等人决定做真骨检验 不过根据清拜类超的记载 当时李玉昌的尸体虽然开始腐烂 但武作用水银洗刷之后 还是能够看到身体上有大片的青黑痕迹 显然是中毒的证据 但是甚至下达以后 江苏省的相关官员 早已经开始四处活动 王生汉等人就派人携带银子到济南来活动 买通了很多官员和疏离五座 希望他们帮忙掩饰 一部分山东官吏 因为人情也因为银子的缘故 答应为王生汉掩饰 得到贿赂的这些官员 就借口尸身腐烂 证据不明 要求进一步真骨检验 他们想用这个办法来刁难李玉昌的家人 为什么说真骨是刁难呢 中国古代人认为死者为大 很难接受对亲属的遗体进行这样的处理 现在为了查询真相 李玉昌的亲人 韩磊同意了真骨检验 6月12日验尸开始 真骨以后 武座迟迟不来报告结论 在场的山东安查史朱熹爵 知道其中必有隐情 原来王生汉已经便会上下 真骨检验的现场就有拿了银子 装聋作哑的官吏 尽管现场可以清楚的看到李玉昌的部分遗骨发黑 但是武座就是迟迟不报告 其他官员也就装聋作哑不做表态 朱熹爵这个人还比较有正义感 他看到场面僵持在那里 装作生气的样子 高声大叫 来人哪 去大墓葬来 如此圣旨交办的大案 如果有人不拒实承报 给我利弊账下 武座被朱熹爵的架势给吓坏了 慌忙报告说 尸体两锁子骨肋骨全黑 鱼骨未全变色 是中毒后又以人力致死 也就是说 李玉昌生前中毒 但真正致死的是其他外力 武座这么一报告后 其他有心为王生汉做掩饰的官员 也没有办法 最终山东省以李玉昌中毒后被外力杀死的结论 上奏嘉庆皇帝 嘉庆皇帝把山东开关验尸的结果转发给了铁堡 同时下令击捕相关涉案人员 六月底 圣旨到达江苏 命令铁堡和江苏巡抚汪日章 将淮安之府山阳之县等人解职 连同所有人犯押往北京 由刑部审讯 看来嘉庆皇帝对江苏本地官员失去了信任 不相信他们能够复查清楚李玉昌案 他要直接接手 铁堡没有办法 只好拘拿淮安之府王谷 山阳之县王生汉 及其长随 包祥 张祥 于生 王家的徒子 钱生 同时抓捕李玉昌的三个长随 李祥 顾祥因为人在苏南 很快就被拘传到岸 马连生不知去向没有抓到 铁堡把他们押往北京之前 对他们逐一亲自训问 在训问过程中 李祥等人辩解说 李玉昌衣服上的血迹 是上吊时口中出血造成的 对于李玉昌为什么要自询短见 李祥等人提出 李玉昌在核查灾情的时候 受山阳县西城庄一位姓陈的健身邀请 陈到陈家喝酒 在酒席上 陈建生索取证票数十章 证票就是受灾证明 有了他就能够领取朝廷的救济 事后李玉昌非常懒悔 坐立不安 铁堡马上下令查办这个姓陈的健身 很快查明 此人名叫陈茂 陈茂承认 经过自己再三邀请 李玉昌的确到家里来喝酒 自己也的确是虚报了十二户明目 请求李玉昌帮帮忙 但是李玉昌并没有答应帮忙 铁堡把相关人的全部押解到北京 同时他给嘉庆皇帝上了一道奏折 陈述了自己调查的过程 认为李玉昌自杀的可能性非常大 他在奏折中还专门提到了李玉昌 去陈家喝酒的事 似乎想证明李玉昌的死或许另有隐情 总之 铁堡内心还是希望李玉昌案 能够按照自意身亡来解案 不要多身肢结 李玉昌案发展到这一步 还有可能按照铁堡的想法 以自意身亡了结吗 这个案子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欢迎大家收看下一集的法律讲堂 谢谢大家 再见 请嘉庆十三年 江苏后骨支县李玉昌被派往山阳县查阵 然而他却在查阵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 死于非命 嘉庆皇帝高度重视此案 命令刑部追查命案 真凶李玉昌常随马连生的主动投案 使得案件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在明天的节目里将继续为您讲述第三集 支县下黑手